假設如果那個停紅線的人 他是為了救路邊的一隻小貓 所以他趕快先停下來 然後他跑去馬路的 因為要把眼光抱起來再救過來 那你還會檢舉他嗎 所以這就是 法律就在那裡 規範就在那裡 可是你還是要有彈性的去看 很客觀的去看待這件事情的宣報 但紅線沒有彈性啊 八神像的地方大概就是這樣 他現在就是這樣 我們剛剛在吵了一件事情 就是車子停紅線的一件事情 對 就是你們覺得 如果現在有一台車子停紅線 你們應該要去檢舉他嗎 對啊 就是你們一看到的時候 不會 不會 可是有一些很會 卻服就是會的那一刻 不是啊 因為如果他造成人家就是 不是 也不是說檢舉 就是一定要 自止 對 然後我跟我說 那假設如果那一個停紅線的人 他是為了救路邊的一隻小貓 所以他趕快先停下來 然後他跑去馬路的 因為要把眼光抱起來再救過來 那你還會檢舉他嗎 就是 所以這就是 調的 OK 法律就在那裡 規範就在那裡 可是你還是要有彈性的去看 很客觀的去看待這件事情的宣報 但紅線沒有彈性啊 可是我們在後來才是對的 這就是出問題了 他一次應該被踏到我解決 我就是覺得 沒有算法 不是在探討的事情 我比你小爺 八成像的第一 他現在就是這樣 他停紅線就代表他知道 他會被開發單 所以他就會去救這隻小貓 他已經知道了 可是他有自己的選擇 可以看到他 他現在又覺得 好 能想到 想到他在那邊 就怕 紅線 好 對 下一題 下一題 其實選擇他也有一種 那個很強烈的正義感 就有吧 是這樣嗎 是 對 然後 所以他在飾演李小元的時候 他就會把自己的一種 感覺加進去的感覺 對 我覺得這個路是對的 你正在想就有 感覺有點執念 這種感覺 就覺得對的東西好像就是這樣 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就這樣 對對對 就他整個節奏跟思考的技術 我覺得李小元 真的就有百分之八十下 所以那個八十是他們說的 他們說的 真的 我覺得有讓鼓勵 我因為有一個這種律師 在現成生活 我覺得會被罵到翻掉 罵到誰 可是他在裡面是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他就是 一個 狂妄 狂妄 精打細算 然後不吃虧的律師 然後從 可是我是為了 是不是我 是劉浪是為了特復著想 對 我覺得 劉浪是為了特復著想 對 劉浪的差別是在於 我覺得正義是同樣的 可是他會覺得 當事人的利益為主 而不是所謂的正義 因為如果你正下正義的話 你就會讓警察 然後把關掉 吃貓 沒有 沒有 走心了 走心了 沒有 這個律師 你就愛把律師他別幫 需要發生的人發生 對啊 對 就是這種感覺